这是我的步道证 谢谢 那我们后会有期吧 希望没打扰你 打扰你 快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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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 你自己走吧 建传 你必须跟我走 这是命令 这是什么地方 暗道 中国有句古话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这边 希望你能打开 我们不得了 这个 那边 就是 我们不得了 这边 我们不是 现在 对 小心 小心 这边 这边 来 有情況, 小心 真是愧對了教堂裡的那些兄弟 只有殺了陳納德, 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基地 為了你的計劃, 死了這麼多人, 值得 為了我們大士本帝國的利益 就算付出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直接有關卡 你會有關卡 還會出現 《鑽子》 吹噴, 雖然會有關卡 拉圖, 還會有關卡 還會有關卡 反正的, 會有關卡 把这儿给我包围起来 等等 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 左撇子 我知道他 他是黑龙会在鱼中的负责人 叫前天剑刺 走吧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 叫金村光信 前天剑刺的助手 这次我们一举将鱼中地区的 日本特科全部歼灭 可以向黛勒板交差了 走 报告 战场打扫完毕 共发现八具尸体 有没有活口 都死了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 没人能逃出去 那就辛苦你了 兄弟 咱们走吧 来了这么多人呢 够热闹的啊 戴老板这次可够大了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 你来什么进 这算什么话 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 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 是吧 我同意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那 博士 你拼命理 好 谢谢 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 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 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 来 咱们喝酒 来了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陈纳德尚未遇袭 举国接京 幸得诸位共同努力 鼎力合作 方能于三日之内 破获此今天阴谋 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 彻底粉碎 为此 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 表彰此次功臣 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 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 大家看 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 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 如此精神 带某佩服 更值得大家学习 现在 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倒 李洪泽同志 倒 好 谢局长 再接再厉啊 市局长 我这个人话少 大家尽兴 洪贵秋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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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看把老鱼给得意的 咱们卖命 他领奖 真够不要脸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 大毒一点 超然一点 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我要是出息了 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 行 小心 闪了腰 哎 没想到 你这舞跳得是越来越好 还不都是你教的 走了啊 黄沫车 掉车 来我到选警街七号 好嘞 坐好啊 你这 你这 恭喜 恭喜 助长啊 恭喜 助长啊 这次认为咱们祝福一个庄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博士 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破了 当然是假的了 那又是没破呢 那就很难说了 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 待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 那可就说不准了 算他命大 你们帮我喝啊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哎呀 二位 二位 不好意思啊 其实啊 戴老板知道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 不便提及 所以兄弟就戴老了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对对对对 来 来 啊 余处长 对不起啊 余处长 对不起啊 余处长 恭喜恭喜啊 借 干嘛呀你 左顾右盼的 我这人就这毛病 一到了人多的场合 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有没有好看的吗 真没有 马云飞 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 在打什么主意呢 我 肯定不是好主意 我说高海 你别胡说 我就想咱俩的事呢 得了吧 什么时候啊 你把张花惹草的毛病改了 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吧 我跟你说 其实我现在啊 这毛病已经改了 已经改了 已经改了 喝点东西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 别腻歪了 让让 妹妹 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 也该陪我跳一个 好啊 好啊 哎 你得先问问我吧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 拿着 请 又见面了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 老同学 你没搞错吧 今天 受勋的可是老鱼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 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 我知道 嗯 只有来找你啊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 味道很迷人 喜欢吗 哎 哎 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吗 我是单身 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 是我的权利 哎 我投降 啊 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 你问什么 我答什么 好 其实说起来 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 还是挺有缘分的 你知道吗 我毕业后 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就是关于回龙渡 遭受日本飞机 大轰炸的消息 我当时也是因为 这篇火线报道 才进入中央社的 没想到啊 现在我的事业 进入了低谷 还是回龙渡救了我 哦 对了 我这儿有一份 报纸的小样 上面有一篇 我写的关于 这次回龙渡教堂 大节的报道 明天就要发表 头版头条 送给你 哎 不愧是中央日报的 头牌记者呀 连这么保密的 报纸小样 都能当礼物送 哎呦 妹妹 想什么呢 踩了我好几下了 嗯 我累了 不想跳了 不好意思 哎 音乐还没完呢 哎 就不怕我泄密啊 我们老同学 这么多年了 我不相信你 相信谁啊 哼 明天上午九点之前 不要让任何人 看到他 不然 不会吃官司的 好 我答应你 明天上午九点之前 我不会给任何人看 好吧 开始采访吧 现在就开始啊 在这儿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哎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 够亲热的呀 啊 王云飞 老同学啊 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哎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谢震忠 我的老同学 是高涵妹妹吧 以前啊 总听云飞提起你 啊 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啊 不好意思 我说漏嘴了 其实云飞 他一直不愿意提起 你们俩的事情 哎 我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 因为我们两个 要结婚了吗 哎 我介绍一下啊 高涵 我的未婚妻 哎 谢震忠 我的老同学 他叫我过来呢 是给我这个 啊 是吗 哎 这是我给你的 而且你答应过我 不给任何人看 哦 对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 私人信件 我还是不看卫豪 哎 我 这让我给光换了 改天我再接受 你的私人采访 哎 高涵 密心没肺的东西 高涵 高涵 哎呀 高涵 你慢点 哎 高涵 哎 哎 高涵 高涵 哎呦 别摔着 哎呦 别老闹情绪好不好 我跟你说啊 老鱼大喜的日子 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我扫你兴了吧 影响你跟你老同学 私会了对吗 别胡说啊 什么私会啊 我 我怎么胡说了 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这真不是情书 不信你看看 好吧 我才懒得看呢 哎 高涵 我 哎 我说你 哎 哎 吃着吧 碗里的 锅里的你也站着 俩字 肚气 车钥匙给我 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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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人了 别和我耍小孩脾气 行不行啊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不是 就你老同学嘛 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对 我就是小气 他大方 你找他去啊 找我干嘛 我跟你说啊 我答应谢任忠了 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才能看呢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你早把心调包了 我能把它给 我 怎么着 我把它放在这 放在这了啊 你就在这守着 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 你再打开看 啊 哎 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我不管怎么样 不能因为咱俩的事 把人家饭碗给砸了 你记着啊 明天上午九点 再打开看 我困了 我上去睡觉了 九点啊 不许偷看 要讲信用啊 我说如果有一天 你下午五点就能看到 你怎么发声 你 我说 你 你 我说 你 你 这个 清酒哪儿来的 酒精 好久没吃过 你做的菜了 季春菊 我先敬你一杯 来 我来 我是 我来 你 你 有 有 我来 还有 那 舅舅 你是我这一辈子 唯一爱的女 舅舅 等任务结束后 我会向你求婚 我要娶你 明天早上几点 十点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 有我在 我会让你更想记者 记住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是 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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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早的喊什么呀 信呢 我哪知道啊 你赖皮是不是 说好了今天上午九点才能看呢 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怎么可能呢 你不看谁能看啊 你说什么呀 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都过了一夜了 钱还没消啊 直播 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搁茶几上的我拿来看看 走 下去 直播 你这个报纸 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是啊 自己看看吧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这是中央日报 又不是街头小报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新日灾民避难所 今日日寇覆灭地 黑龙会骨干 静树命散回龙渡大教堂 这下面还有老鱼的专访 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 九点钟以后才能发行的 如果提前看了 人家卸制中的工作就没了 你们给评评理啊 谁见过比这个 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我说啊 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 根本就不能相信 就会吹牛 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 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 从抗战到现在 别说日本鬼子了 就连整个日本国 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不过你别说啊 这个回龙渡教堂 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 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避难所 拿过来我看看 连续轰炸三天 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难道日本人 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不可能 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 除非 那个教堂里面 有地下暗室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 没有发现暗室啊 地下暗室 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 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 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 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 对吧 嗯 通知老爷去回龙渡教堂 怎么没见过你 哦 我是新来的 多给我留点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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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跟博士好好学学 光靠武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总比跟着姓黛的当狗腿子强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不过 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 好像在提示着什么 我们再去看看 博士 好久万一啊 少週万一啊 我一什么啊 希望任何稳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怎么会有耶稣像 马云飞 发家案到 发家案到 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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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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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紧张 就算这里边当时藏过日本人 也不会藏到现在 还是小心点好 你 这边 这边 跟着我 前面有亮光 那应该是 这个安当者出口 走 上去看看 我跟你说吧 肯定有人从这个安道里逃跑了 这不合理啊 既然有安道 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 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 断送在教堂里 对逃跑的人来说 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 就像壁虎的尾巴 这叫丢足保帅 不认识 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 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 赶紧回去通知老鱼吧 来一杯 谢谢 陈纳德将军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 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 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是军人 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 是我的职责 也是我的心愿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 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受到拥戴 崔小姐 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那当然 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 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 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能做到的 每个人的一生 都在追求自我价值 不然崔小姐 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 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 我可不像您 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谢谢崔小姐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 现在不止 根本就来不及 那重庆附近 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将有机场 就在那儿降落 我是戴利 通知陈兰的专机 出于安全考虑 请他们改在江游机场降落 上校 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改到哪里 江游 为什么改到江游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下怪 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陈纳德将军 我认为好事多磨嘛 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 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没关系 没关系 好的 飞姜油 谢谢提醒 什么 姜油大雾 不能降落 知道了 那让他们飞会困病呢 不行 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 除了江游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 其他机场都太远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半个小时 是 于洪泽 到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 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戴老板 是 戴老板 稍安勿躁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试试 于中晚报的 嗯 走吧 嗯 叫什么 哦 王林基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飘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羊肠 这一片蜜蜜 红笛在身上 化作蜜彩妆 天亮之前 我拼住呼吸 摆服在敌人的心脏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听别是来不及耳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 为我装胆凉 朝着仇恨 路过的方向 悄悄的打住 背后一枪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飘扬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羊肠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听别是来不及耳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 为我装胆凉 朝着仇恨 路过的方向 悄悄的天快梦梦凉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听别是来不及耳女情长 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露出笑容 为我装胆凉 照着仇恨 朝着仇恨 路过的方向 悄悄的天快梦梦凉 让我装胆凉 露出笑容 为我装胆凉 爱的人啊 照着仇恨 照着仇恨 路过的方向 悄悄的天快梦梦凉 你卸上阳光 就要唤醒梦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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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声